你知道馄饨汤底怎么调才好吃吗 很多人第二步就做错了 碗中放入葱花 香菜 紫菜 虾皮 生抽 陈醋 香油 盐鸡精 胡椒粉 水开下馄饨 把馄饨煮熟 趁旁边没人 舀两勺汤道里 原汤化原始 再把煮好的馄饨放入汤里 一口饺子一口汤 真的太香了